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378章吃亏 那混混以前的老大吃过叶浩轩的亏 所以对于叶浩轩的事情 他知道的最清楚 这也是为什么七哥这一个小人物 为什么会听说过叶浩轩的原因 学校你想开的话 那就继续下去吧 叶浩轩笑了笑道 但前提是你不怕死 如果你怕死的话 最好还是关了 骗过多少人 退多少人的钱 那样的话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但是你想要抱着侥幸的心理来看待这件事情 呵呵 那你就得先确定 你有几条命 叶浩轩淡淡的一笑道 我先走了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另外 一天之内 把钱打到他的账户上 少一分 我保证你吃不完都遮走 走了 叶浩轩拉这早就傻在一边的梁莉莉 转身就走 七哥 他真的是医生 直到叶浩轩走远 他一名小弟才问道 确定是他 老七抹了一把脑门上的冷汗道 招惹不起 我得躲得起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那名手下问道 按照人所说的去办 要快 老七道 七哥 难道 我们就这样算了 有名手下不服气的说 他叶浩轩在京城再厉害 又怎么样 他是一条 过江猛龙 可是 我们是地头蛇 难不成 我们还要怕他不成 你特妈的给老子闭嘴 七哥啪的 抽了那名手下一巴掌 他冷冷的说 叶浩轩是什么人物 我比你们清楚 我也警告你们 没事的话 不要去招惹他 谁敢不听话 我打断谁的腿 你 你真的是医生 回去的路上 梁莉莉用一幅惊喜 又略带着一些 坠坠不安的表情 向叶浩轩问道 对 是我 如假包换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怎么 你觉得我不像 不不 你像 不过我觉得 你本人比起照片上帅多了 梁莉莉兮兮一笑道 我见过你的照片 我现在真想骂那摄影师一顿 他是怎么给你照相的 把这么帅的一大帅哥 硬生生地照成那幅样子 是吗 那我是不是帅出了一个新的高度 叶浩轩笑呵呵地说道 是的 你帅出一个新高度 你比起你过的照片 真的要帅了很多 梁莉莉洛洛笑道 接着他又有些好奇地向叶浩轩问道 据说 你有能让人起死回生的医术 你真的能让死人活过来 没有传闻中的那么夸张 叶浩轩笑了笑道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并不是神仙 有些时候 是能让心脏停止跳动半小时之内的人活过来 但前提是对方不是恼死亡 那也很厉害的了 梁莉莉崇拜地看着叶浩轩道 可惜 我读大学早了几年 要是我现在刚读大学 我一准放弃现在的专业去学中医 这简直是太神奇了 能让一个心脏停止跳动的人恢复过来 这真的很厉害 梁莉莉一脸地崇拜 她两眼几乎全是小星星了 这就是中医的与众不同之处 叶浩轩笑了笑道 现在中医方面的人才 很缺乏 因为毕竟我们要走出华下 走向世界 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医 了解中医 所以 我一定要让我的弟弟去学习中医 哪怕是再难 花再多钱 也一定要让他去 这跟钱没有关系 这完全是我对华下传统文化的一种情怀 梁莉莉点头道 那我就带中医谢谢你 谢谢你们对中医的信任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而且我也向你们保证 选择中医 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可惜的是 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哪个中医学院 梁莉莉叹了一口气道 现在社会上的中医学院太多了 真真假假 都难以分辨 就像是中科医学院一样 这哪里算是学校 放心吧 顶多半个月 在半个月之内 我保证教育部会联合卫生部重拳出击 三个月内 把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中医学院 全部给关停了 而且 你弟弟如果真的想学医 去京城 叶浩轩拿出了一张名片道 到那里 让他打这个电话 会有人帮他安排好一切的 真的吗 梁莉莉惊喜地接过了叶浩轩手中的名片 他有种如获至宝一般的感觉 他真的没有想到今天这一趟 他居然遇到了医生 他越来越觉得 这是自己弟弟的造化 无论如何 都要好好的把握好这个机会 当然是真的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你觉得我会说谎 当然不是 梁莉莉莫过于激动地说 我就是感觉到有点突然 天啊 我居然会遇到医生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其实 我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都是两个肩膀 一个脑袋啊 不见得我有三头六臂的 叶浩轩笑了笑道 不不 在我眼里 你就是三头六臂 上天下地无所不能的 梁莉莉越说 越激动了起来 他激动地说 我 我能跟你合个影 你顺便再为我签个名吗 可以 叶浩轩点点头 他笑道 谢谢 我弟弟知道了 一定会羡慕死的 梁莉莉几乎要尖叫起来了 他连忙拿出了手机 然后比了个剪刀手 和叶浩轩贴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他又拿出了一支笔 请叶浩轩给他签名 看他一脸期待的样子 叶浩轩也着实不忍拒绝 他接过了梁莉莉手中的笔 然后在他期待的目光下 签上了自己的名 啊 医生就是医生 就连签出来的名字都与别人不一样 梁莉莉赞叹道 的确 叶浩轩的这几个字 写得龙飞凤舞的 没有一定的比例 是根本写不出来的 好了 你弟弟的事情 你打名片上的电话就行了 到了京城 打这个电话 就有人会把这件事情安排好的 叶浩轩笑道 至于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学校 你也不用担心 我保证 不出三个月 我能让他们消失的干干净净的 谢谢 你成功的成为了我的新偶像 梁莉莉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